嗨,我是道哥 嘿,我是摩尔 道哥 摩尔 道哥和摩尔 蚂蚁 一、二、一、二、一、二 摩尔,摩尔 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好累啊 不行,不行 说好要跳过十分钟的 好吧 坚持,坚持 一、二、一、二 道哥,加油 坚持 坚持,一、二、一、二 哎呀 哎呀 道哥,你没事儿吧 怎么摔倒了呀 呃,我 我为了不踩到小蚂蚁呀 小蚂蚁 对呀 我刚刚看到一只小蚂蚁 急匆匆地跑了过去 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一样 我们一起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哦,原来小蚂蚁 是着急吃糖果呀 嘿嘿,可真是个单吃鬼 哦,对了 摩尔,你说 这么远的距离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里有糖果的呀 哦,这个可难不倒他们 蚂蚁可是寻找食物的高手呢 他们的嗅觉特别的灵敏 很容易发现食物 尤其是像糖果 蛋糕等等这样的甜食 他们很快就能找到 他们最爱吃甜食了 嘿嘿,道哥 我也最爱吃甜甜的糖果 冰淇淋 还有蛋糕了 哦,对了 摩尔 这么大块的食物 蚂蚁这么小 肯定吃不完 也拿不动 嗯,那剩下的食物怎么办呢 这可是他们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呀 这个嘛 我们还是请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来出出主意吧 小蚂蚁吃不完的东西 我可以帮它放在冰箱里 我家的冰箱可大了 吃不完的东西 能给小蚂蚁的朋友吃 我特别能吃肉 我可以帮它吃剩下的食物 哇,小朋友们 谢谢你们 你们真是太热心了 蚂蚁的个头虽然小 但是它们的力量 可是大的惊人呢 它们可以轻松地举起 超过自身体重几百倍的东西哦 就像一个人可以把小汽车 锯起来一样 哇哦,蚂蚁的力量可真大呀 要是我们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就好了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呢 蚂蚁最让人羡慕的 其实是它们家族的团队协作能力哦 家族 对呀 蚂蚁的种类特别的多 在中国国内 已经确定的种类就有六百多种 比如小黄加蚁 它们的体型特别特别的小 它们是黄色的 就连触角也是黄色的 还有黑衣 它们长得高高瘦瘦的 皮肤是深褐色和黑色的 呼呼 就像蚂蚁中的模特一样 哦,当然了 不管是哪个种类 它们都有着自己的领袖 以后 它是每个蚂蚁家族中 体型最大的 它不仅要负责日常的管理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繁衍后代哦 还有公蚁 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蚂蚁了 它们主要负责建造和扩大巢穴 采集食物 它们的组合触角都很发达 不仅能快速地找到食物 爬行起来非常的快 哇哦 公蚁可真厉害呀 呼呼呼 是啊 哦,对了 还有兵蚁 负责保护它们的家 防止敌人来入侵 它们可是最最勇敢的勇士了 哇哦 蚂蚁的本领可真多呀 呼呼呼 是啊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会更精彩哦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